华晨宇仅用了三个字,就做到了张杰想做却不敢做的事 在最近的演唱会上,华晨宇自我封神事件可谓闹得沸沸扬扬 纵观华语乐坛几十年来,还从来没有自我封神的歌手 华晨宇无疑开创了仙河,面对着粉丝的狂嗨,华晨宇毫不谦虚 高调迎合粉丝们的追捧,自诩华语乐坛永远的神 如此高调的话语,华晨宇再次让人惊诧 要知道即便是周杰伦、林俊杰这些前辈都不敢这么说 华晨宇简直是太过于狂妄自大了 网上不少乐评人,博主大V也纷纷出来建议华晨宇还是低调些为好 不可否认,华晨宇出道至今,确实圈粉无数 成为了华语乐坛新进的流量、偶像 可是比起前辈们还相差甚远 当前辈们依然活跃在华语乐坛之际 在这样一场演唱会上如此高调的风神 让人有些意外,华晨宇显然还不够资格 论实力确实有 但是华语乐坛永远的神这称号还担当不起 虽然或许有着调侃的意味 不过是演唱会上的自嗨 但是毕竟还是公开场合 如此说辞,如此回应,还多少有点不合时宜 对此,知名乐坛人 音乐制作人丁泰生还发视频点评华晨宇 语言独辣犀利,可谓一针见血 更是直言华晨宇连章节都比不过 还好意思自我封神 华晨宇又是自我封神 又是嘲弄这些批评了他的网络喷子们 那这个不就既荒谬又可笑吗 确实不好听啊 那他自己以为很好听 其实很不好听 华晨宇的高音还没章节的高音好听 在丁泰生看来 华晨宇总是盲目的 毫无节制的喜欢标高音 在华晨宇参加综艺也好 还是他改编创作的歌曲中 总会有一段很长高音 丁泰生直言 实际上华晨宇的高音 只有他自己认为自己的高音好听 这也就难怪 在综艺节目中突然标高音 对人喊闭嘴了 其实不仅是大众觉得无法接受 早在之前 华晨宇在原唱张杰面前标着高音 更偏重炫技 而不太注重情感的表达 让一旁的张杰只能露出尴尬的笑容 可能这辈子的人情事故都在这个校里面了 而对方却是一脸快夸我的样子 这也难怪 毕竟华晨宇对自己的高音十分自信 还对陈奕迅的经典歌曲浮夸自信开嗓 也就是在折唱演唱会后 华晨宇就被网友们冠上了法式的称号 相比于华晨宇让粉丝在泥地里 站了几个小时听演唱会 卖41份热狗的割韭菜行为 张杰演唱会价值1.21音响 完全给粉丝带来了无比震撼的体验 不过这一切都是他的努力 张杰很值得 在这个繁荣的音乐市场上 张杰凭借着一步步的努力和高度的热爱 逐渐走向成功 他不仅有着才华横溢的演唱能力 更是不断尝试着不同的音乐风格和表达方式 在创新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 当然张杰的成功并不能孤立地看待 他的家庭和支持他的伙伴们 也是他最宝贵的财富 在这个精神富足的时代 弘扬正能量 贡献社会的人才才能开始真正的腾飞 而像张杰这样的人 就是拥有着最高境界的典型代表 请不吝点赞订阅